1號湖畔用了KPF建築事務所做設計 KPF建築事務所1976年在紐約創立 然後發展到歐洲、亞洲、以至全球 而在澳門沒有一個發展商 捨得用這種級別的設計公司 發展商棄樓有一個定律 他們會將最大價錢賣得最好的戶型 放在最美的景觀又或者最好的左向 我們單位客廳扭歪了向西南 我們的主人房扭回向湖和主教山的方向 他是唯一一個雙重景觀和感觀享受的戶型 我們看看套廁 他也是唯一一個有戶景的洗手間 整個樓盤唯一 我們看看另外三個房間 很多人都會說 那三間房又沒有什麼景 又不是好市政 給我一間用來做衣務間 一間用來做書房 最後一間 我要來做Payroom 成功人士為何這麼成功呢? 因為他們做事足夠專注 還看什麼景 在2014年 我的好朋友 用了接近3600萬 買入一個低層的同戶型單位 疫情期間 我們亦都成交過兩個中層的同戶型單位 分別是1980萬和1950萬 而我們剛剛看高層有露台的單位 頁著現在開價1880萬 他還有另一個中高層沒有露台的單位 開價1700萬 我們有所事隨時可以約看 如果你聽到外面的經紀的話 業主迫於無奈才放這些價錢 那你找回我吧 因為他們不知道 業主在開盤的時候買入 如果你有誠意比票 我有誠意 叫他賺少些 我是中原地產Carmen 謝謝